老夫妻的家慈濟仁衣會 每個月固定來訪 回蕩熱鬧歡笑聲 謝瑞元今年88歲 他的老伴也已經90歲 維護年脈身軀 志工每趟前來 除了涼血壓 測試肌耐力也是必備 走進另一戶人家 陳超芳右手原本無法勾舉 經過一個月的試針試藥 現在已活動自如 醫師持續給叮嚀 要貼這個藥的時候 你這是清真 要洗乾淨的話你再貼 要貼的話 你不要貼太久 抑制病痛也給出心靈良方 慈濟志工葉培翔中風七年 抑制消沉 仁衣團隊用愛陪伴 中風的人其實最害怕的 就是自己把自己 關在這個自己的空間裡面 那這樣子來講 其實越來越會退化 我們就討論說 其實是不是把培翔師兄 也帶到這個共修出來 藉由他所認識的環境 藉由這些他熟悉的 這些師兄姐 來刺激他的一個腦力 說不出的苦被溫暖慰問 團團包圍 郁悶的心找到了出口 帶來新聞 正下美之宮 台北報導 到位於你 你這麼想 找到這堂客人 他也是 我哄忍 我哄忍 臉